第三个 食神的类化 其实很多学生 在这一块其实他是偏弱的 那为什么会偏弱 因为他们其实大多数都只是 简单讲书上学的那一些而已 好 就像我们时常问的 印心代表什么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印心就会跟我讲 就学习啊 除了学习还会什么 就不会了 他永远就只有学习 为什么 他永远都是书上所讲 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 他没有办法去类化 我简单讲 各位才破硬 来才破硬 你们来举例 你们认为会发生什么情况 私信还好啊 可以啊 没错啊 你们看看会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要跟你讲 你对我讲说看什么人 证件出问题 OK啊 没大没小 可以啊 卖房子行啊 为了钱做坏事 可以啊 还有没有 没安全感 OK啊 再来勒 很厉害呢 很厉害呢 老爸欺负老妈 OK啊 工作不读书 为了钱不读书了 爱玩不爱读书 离家 可以啊 那再来勒 婆媳之争嘛 还有勒 买房子也可以啊 为了女人不要妈也可以啊 都一样 婆媳之争嘛 还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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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别骗钱 这个就是标准骗钱啊 还别骗钱 还有勒 破印了 再来勒 神明不穩 OK啊 再来勒 妈妈身体不好 还有勒 不是都一样 还破印 还可以什么 对啊 吃不下饭嘛 睡不好嘛 为了钱在烦恼 他在烦恼钱 印代表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为了钱 为了女人啊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向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向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说 你有很多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东西 你是不知道 怎么可能为了钱做坏事 这不是为了钱做坏事 也不是为了女人做坏事 财生棺材事 了不了解 这是烦恼女人 烦恼钱 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 你不是 你不是所谓的 万能的先知 你不会的事 你是不会懂 所以为什么 你要先去学会批命 你会批命了 你就会推论 你会推论 你推出来 才会有几分的把握 像我们有遇过 我从来 财破印 你知道吗 他出现什么事吗 被抓去关 他为什么被抓去关 并不是啊 我之前跟你们讲的什么复照过期 不是 还有一种情况 污染环境 破坏环境 这一种的就叫做破坏环境 被抓去关 印代表你的家乡啊 他代表大地啊 污染环境 破坏环境 关 这我们遇过的啊 我也遇过这一种的啊 财身官克日主 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儿子告老爸 为了钱 儿子告老爸为了钱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你们刚刚所讲的 其实基本上是都ok的 都ok的 没有说错误很大 然而 你们会有这一些的了解 是因为你们有在实际的批命 有在实际的批命 你们就会去判断 因为在批命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 所以你就要透过你所认识的去批 去判断他会发生什么事 就算判断错了 客人也会跟你讲 他发生的是什么事 客人也会跟你们讲发生什么事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才会慢慢的对这个实神越来越了解 你对实神越来越了解 你就会了解说 这个社会现象 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例如我常常跟你们讲的 现在的传染病 新冠 他就是什么 比肩劫财嘛 比肩劫财是怎样 我分给你 你分给我嘛 大家就一起做嘛 分享 他就是比肩劫财的 一个重要的意义 共享 搞无论上来 所以 各位 你要了解这一些意义 你就必须去透过什么 你们平常就不要害怕 去跟人家批命 其实从批命里面 你才可以真正学到 你不会的东西 了不了解 你才会学到你不会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 你的生活圈 了不了解 你的生活圈 就只有这样而已嘛 只好透过别人 跟你讲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这样的情况下 当你的理解越来越深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子 其实各位 我问你 我们最近台湾时常发生什么 马上 飞弹 在那边打那个飞弹 打到爆炸的 然后最近飞机又掉下来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什么 跟什么有关 各位 最近我们常发生的这一些事 是跟什么有关 对嘛 润水克丙火嘛 火出问题了嘛 对不对 最近飞机是他们都要掉 东掉一个 西掉一个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 最近 火 他就会怎样 比较差嘛 就像我们昨天看的那一个 我的学生他就说 哎呀 我的老板丙火 这个月很惨 对不对 还有 其实今天我的客人 他也是来跟我回馈啊 他说你跟我 老师你跟我讲说 我这个月很惨 结果他这个月 他真的就很惨 为什么 他跟人家合伙做生意 结果到最后 拆伙了 他变成 就又回到一个人 然后他就问我 老师那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不可以做自媒体 我工作要什么时候 才有再找得到 各位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你可以从这一些人的身上 去知道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怎么样 所以各位 我们就了解 这些就是在生活里面 你可以透过客人观察 你可以透过生活观察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千决条件 要会批命啊 不要不会批命 就在那边批命观察 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这样推论出来 有几层的把握度 你根本不知道 像我就可以知道啊 吾尾熊 对不对 火受伤 火受伤 他就会怎样 各位 他就会 屁股烧烫伤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瞭不瞭解 哎呀 他屁股烧烫伤 火受伤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 现在最近就是 火的最后的 因为是丙嘛 壬水克丙火 所以 这时候呢 丙火 他就是什么 代表火 那跟火最近相关的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 不稳定 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下一个月 变成是丁 丁壬一合 所以他就不会产生 所谓克的现象 但是 他是什么 丁壬合 他还是一样 是什么 暗伤 暗伤就表示说 跟民伤比起来 他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还是一样 会或多或少 有火的不顺的情况 但是跟 现在比起来 他会降低很多 这就是克 跟合 当中的一个不同点 我们昨天讲过 我们昨天讲过 在八字里面 这些规则 你都要清楚 你清楚了 你才有知道 他的一个现实状况是什么 所以你看 我是随便 随随便便拿东西就出来讲 那我所运用的 就是我时常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我也没跟你们尝召 这些东西 都是 我平常在讲的 昨天是不是还在那边讲深刻的力量 对不对 那今天就拿来用 那你就可以拿这些五行深刻 拿来去看 当月份 他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会知道 下个月是什么 现在是 丙五月 下个月是丁卫 那丁卫 我们又会知道 哇卡 他妈的 上一次老师 说土受伤的时候 那个 台湾的疫情 会爆发 那下个月 丁卫月 土又再伤 土又再伤 很有可能还会 有所谓的 第二次的状况 第二次的状况 那也有可能 我们也会知道 他是木克土 当然地震也有可能 所以这一些都是什么 你们要去推论 然后后面再来看 你这样子 有所谓的 这一种食物的一个情况 当你对这一个状况了解的时候 那你再帮人家批命 那其实更轻松愉快 了不了解 你会更轻松愉快